学佛学得再好 说得天花乱追 还跟人对立 还跟世对立 还跟万无对立 他是道道地地的六道反复 他出不了六道轮回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不行 极乐世界虽然将待业往生 他不待信心 他能待旧业 过去的业他能待 现前这个业他不能待 我怨一个人 现在临终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还怨不怨 还怨 没指望了 就去不了了 最后一口气 我没有怨了 阿弥陀佛才能接你走 世尊 宁心见心 说了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 说的太多了 我们抓不到纲领 那简单的说到底说些什么 建心的信是什么样子 或者惠能大肆建心 他给我们说了一个总纲领 五句话 二十个字 那这二十个字就是讲长济光 长济光是什么样子 诸位下来 长济光是自己的自信 长济光是真正的自己 禅宗里面讲 父母未生情 本来面目 这个面目大家是一样的 惠能大师告诉我们 第一句话是 本自信 也就是说 自信里头一丝毫的染污都没有 现在有没有染污 没有 决定没有染污 那现在这个六道舍法界 佛常常讲这是染污 不是自信的染污 染污是什么呢 染污是阿赖耶的染污 自信是真心 阿赖耶叫妄信 妄信有染污 真心没有染污 那我们用电影 这个电视 电影电视都一样 那这个比喻可以看到 荧光目里现的 这个摄像是染污 频道一打开 摄像是染污 为什么呢 屏幕上本来干干净 不管你是善事物的时候 它统统是染污 那我们要真问一问 荧光目上真的染污了吗 频道关起来之后 荧光目上一点染污也没有 似是真相跟这个很接近 确实没有染污 染污是妄信 妄信不是真心 与自信不相干 那另一把事情 叫阿赖耶有染污 自信没有染污 阿赖耶有神灭 所现的像 无论是物质现象 是精神现象 有神灭 它是原神法 因原神法 有神灭 自信不是因缘所生的 它本来就有的 所以它没有生灭 本质具足 虽然它物质精神现象 它什么都没有 它能现一切像 这很暴动 什么都没有 它为什么能现 为什么现的是 无量 无数 无尽 怎么会现那么多 变幻无穷 我学花音计 想了很久 想不通 什么都没有 它怎么会变 变那么多 所以我就想起 我们童年玩的万花筒 我想出了这个东西 万花筒很简单 这大家都知道了 我说了这个人 好多人送我万花筒 送了十几个给我 三片玻璃 这个里面 不过是几片 不同颜色的碎片 你在这个镜子里面 你去转 你去转动它 你从早到晚转一天 无数的图案出来 没有一个相同的 我就想了 本字具足啊 这个能生万法了 就像万花筒这个道理 真的不是假的 它现在再多 你不能说它有 它不现的时候 你不能说它无 有无是相对的 有无是两边 自信里头没有对立 要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要想回归自信 还有对立这个念头 你就回不去了 那个很严重啊 学福 学得再好 说得天花乱追 还跟人对立 还跟事对立 还跟万无对立 它是道道地地的六道反复 它出不了六道轮回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也不行 极乐世界虽然将代业往生 它不代现行 它能代旧业 过去的业 它能代 现前这个业 它不能代 我怨一个人 现在临终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还怨不怨 还怨 没指望了 就去不了了 最后一口气 我没有怨了 阿弥陀佛才能接你走 这个功夫啊 要在平常练啊 对我什么样的 深仇大恨啊 都不要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去不了极乐世界 见不了阿弥陀佛 要把它放下 别人对我有怨恨 没关系 我心亲近 一尘不然 他有怨恨 他不亲近 他有染污 所以要记住 无量寿经上讲的 修行三个标准 亲近 平等 这三个平等 这三种事情 就是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 三个不同的净土 这个要知道 真的断了 执着没有了 身凡身同居图 分别没有了 这个 无名断了 身实报 专业图 那就平等 平等就生 十八状元图 如果绝了呢 大臣大臣 绝了呢 绝了就回到长级光土了 所以我们带业 我们说老实话 一样也不能断 带业就是呢 带过去 不带信心 现在 我们要把 所有一切 跟人家的 对立 矛盾 冲突 统统要化解 从内心 把它放下 不要再计较了 希望自己的心 达到清净 清净 心先前 你决定的 神 这个重要 不能因为 外面环境的干扰 把这一次的机会 又障碍住了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阿 你 佛 阿 你 佛 阿 阿 你 你 佛 阿 阿